先问一下大家的这个作业做状况如何 我是都 就前五题都有参考大家的 然后自己混GPT有做好 但是六七题比较麻烦 对 对 第七题是比较难 然后说我还没完全很懂 那个就是那个什么calendar的 好像是事件事件事件的那个 的那个那个交易法啦 就是就是 有一派的人认为说那个什么 就是说在宣布之前跟宣布之后有所谓的 有有可能有人有内线 那他但是他不会明讲就是这样 他说有个所谓异常报酬 研究常有这种东西 叫事件研究 了解 对我先问一下 我等一下需要教一下这个GitHub的怎么上传吗 对今天可能可能我觉得以我来讲是不太会 如果如果大家有需要我等一下就快快速讲一下 开的collab的分析 对啊 collab是最简单的 那我是因为就是对 我就是我我想说就留留个记录这样就整理起来 毕竟我我觉得我以后找工作也是需要就是可能人家可能会需要看一下我GitHub的一些project 我想说这个就可以拿来用 而且就是说我我觉得是可能这个时代可能稍微熟一下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比较简单这样 那我等一下就可能就快快速的这个就要教一下 然后我先来分享一下我的就是对我不知道大家大家都整就是这个 就怎么讲就有没有稍微比较早到这个就是可能就project之类的一些表弟 那我目前主要是因为我的研究那边我最近在看paper刚好都有两篇paper刚好都有就是拿这个美国那个道琼三十的那个的这个股票来当做这个 喂哈啰 喂 喂喂 喂 哦好ok我刚刚讲到那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我目前是打算拿这个道琼三十的这个就是股票就是30张这30只股票来就是作为我的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标的啦 主要是因为我就是 我的这个学校这个research 刚好最近翻的两篇paper都有拿这个 这个道琼30的股票作为这个 就是当做测试的这个基准 所以就是 所以我就想说就刚刚就跟我采用一样的 然后稍微讲一下道琼30 那那个就是课程里面有稍微提到标准波 那这是比较常见就是每股的一个 就是你可以参考的一个基准 就是 就是说 我们上礼拜上之前有讲到就是 这个 就我们我们投资不是跟自己比 有没有钱 那个钱去赚 那进阶点就是比较初阶点 就是跟通膨比吗 就是我们这个钱的涨幅 有没有跟上这个通膨 那在更进阶点的这个就是 你要去跟这个股市去股市的表现去比 那标准普尔500就是一个比较比较 就是广就是很好的很好的用的一个基准 因为他他至少南瓜500家公 这个公司吗 就比较美国的500家公司 然后去他们的这个综合表现 所以你可以去跟就是拿这个就是拿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涨幅跟这个指数的涨幅去做一个比较 然后 我自己那我当然不可能就是做那个什么 就是 怎么讲 主要是因为还是因为我研究的性质关系 如果我用标准普尔500的话 我一定还得另外去挑这个 就是自己去挑股要挑哪那几支 然后再就是有一些反正主要是因为研究性质关系 那道琼30就是比较 因为刚好别人有做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 这个就 就30支还在我觉得还在容许范围内啊 就是可以可以去这个 就不用特别去挑 就是30支都用也是也是没没什么太多问题 稍微讲一下 就是稍微介绍一下 道琼30那其他就是 证券 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就有上市 上市的30家知名公司的股票市场指数啊 然后 因为他他因为标准普尔500他500家 所以比较有代表性啊 他他所以这个 跟市值的是股票指数 他价格加权 可以其实比较小 那 他其实重点就是在就主要就是这个工业公司 就是一些 就他的30家公司主要都是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就是 比较偏工业一点啊 当然也也不也不完全都工业 然后就是那其实就比较有趣的就是他的成员其实已经一直都在变化啊 就是 因为你要你要够大你才能进得去这个30家里面 所以说他其实一直就是从1896年来成立来 我应该有58是变化 那最近的一次其实是今年2月26号 所以亚马去Amazon去取代一家这个不知道什么公司 那我应该是 我自己应该会把就是因为我自己backtest的时间应该会设定在2020到2023 所以我应该是用就是用 我应该只会用到2019以前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些公司应该了 现在还还没有很确定 请问一下您您这边拿3030档主要的方向是什么 喂喂喂你有听到吗 哦对麻烦你再讲一下我刚刚这边网路有点不闻 就是说30档是采样那那有没有个 我想这个这个课程最重要还是要我们设计某一种策略吗 对不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因为以前一般所谓量化交易的 大概就是设计一个策略 然后策略以后可能要回撤了 然后然后就是有各种常见的什么MDD啊 什么什么最大的报酬啊 还有这实际的报酬啊 或者是什么就是有各种常见的一个一个量化回撤的一个一个一个数字啊 来来描述你这个策略这样子 通常是这样子 嗯对就 哎我刚刚哎前面前面你有提出问题啊 因为我刚刚中间又稍微断了一下 如果你有提出什么问题的话 就马上再稍微讲讲一次 哦哎你没有听到吗 就是就是后面有我有听到 但前面你就说您提出这个30党你主要的就是你总是要车你总是要个买卖吗 对不对你懂意思吗对吧 那那那那呃有没有什么大概的想法 大概想法就买卖买卖的策略应该怎么讲30党是标的吗 嗯就是我要买这30买卖这30党OK 但是这30党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最简单的例子 短期均线破长期均线 那个叫做叫做突破性买入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说 突破新高买入 然后可能可能停损设设设看设多少这样子卖出 在这就是一个策略很简单的一个策略 这样譬如这样 嗯 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就是说大概这30党要怎么 这个策略的话就是嗯 就人工的策略的话 我是目前是还没什么特别的想法 那因为我以研究来讲 我们研究的就是主要想法就是比较偏向说 我们去设计一个这个 嗯架构 然后让他去怎么去自己去挖掘这个 就是以我的research的方向基本上就偏 因为我是做这个Deep Rim 就是深度强化学习的 那他就偏向你去设计一个这个 呃网路还有这个奖励 然后让他去找到一个 比较自己去然后拿过去的数据去训练 然后去让他去找到一个这个比较 比较这个 就是比较好的自己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策略 那我自己目前我自己看的paper 目前有就有两种啊 就比较常见一种是就是直接就是 就比较模拟一点就是比较难这个就是实际实际部署的就是就是要写部署逻辑会很麻烦就是他直接就是在每一个交易时段去这个那呃 比较注意 model也就是这个这个就我这个这个方法比较偏向就是固定一段时间交易是这样子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的架构就是他的这个input必须是固定的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拿过去的这个固定时间的这个 一段时间的这个 的一些feature 或是一些对一些feature 然后去丢给神经网路 然后去提取特征 然后在 然后这个比较偏理想化模拟 就是这个直接分配这个 在每个投资标的上面的这个 就是这个资产分配权重 就我们权重总和为一嘛 然后就自己 就是拿看过去一段时间资料 然后就是自动分配这个 资产的分配比例 然后我最近看到一片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他的他也算也是 就是同样是做投资组的关系 但是他的方向 已经有点偏向那个 就是订单执行的部分了 就是 他的他的方向 他的方法比较偏向 就是说直接去产出这个 就是 你要说他的他的这个分配 他是他的这个 就我前面讲的这个 我前面刚刚讲的方法 他是产出这个资产分配的权重 那他主要的问题是在这个 因为手就是会有手 如果算进手续费的话 这个比较操作起来是比较麻烦 就是因为你产出的是 你下一个阶段的这个 就是分配的权重 但是你在买 不管是卖掉一些股份 然后或者是买入一些股份 就是手续费都有手续费的问题 那就你要在实际实际运用的话 他这个操作细度会 就是比较难操作一点 然后就是如果要去写这个逻辑 会难度比较 就是细节逻辑难度比较高 那我们这些模拟是比较没在管这个 那我看我最近看的一篇是比较就是 比较有办法就是实际就是 更接近这个实际的交易的部分 就是他直接去产出说 我在每个股票上面 我要买这个买买几股 或是卖掉几股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就我最近看一篇 我觉得算比较有意思 就是对 就这已经比较接近实际的 这个交易执行的这个面 对 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有问题 呃 有 我知道你大概的意思是说 你把那个策略的问题 丢给 类神经网络 我不知道名字是不是有念错 就是神经网络或类神经网络 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 就是我们交易天象 就是用数学方法 让他自己去找这样子 嗯 嗯 了解了 但是因为我不是很懂 所以也无从看不起 嗯 也无从跟你讨论 就是说 因为基本上很大部分的交易的 因为我们还是传统交易的人 我们不是 对这些新科技属于在接触的 摸索的过程 然后那如果是原来的那个传统的逻辑 就是说你有一个想法 哦 那 当然电脑可以帮我们优化 哦 说做的比较仔细或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 对以前的大概的设计我的想法大概都是这样 就说 比如说 嗯 常见的啦 常见的还有一个 呃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突破策略或者是说均线均线 呃均线那个叫什么 就是短破长就买 长破短呃 或是设定停损或者是 或者是说 又回到短期均线又掉到长期均线下面就太远就乖离就卖掉 哦 这是很常见的技术分析的想法 但他的想法就是说 意思就是跟最跟上远的一个目目的就是说 大的策略是我跟着潮流走 是潮流为什么来 我不管 我就跟着潮流走 哦 那实际上的操作上的细节你必须要考虑说 要选哪一种股票 要要 什么时候停损什么时候停利是最有效的最好的 哦 这电脑要帮忙的 但是跟着潮流走这件事情电脑不用管 哦 这是人类决定的这样 那那那那那个那个那个 您刚才的意思好像是说连最上位的那一个逻辑可能都要电脑决定 哦 那那那那 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是比较不懂所以但是因为因为我我 以我来讲我是我不敢冒险才与采取这种策略因为这种策略就是 类似前五股人就退了啦 当然买卖现股是不会出事啊大概是不太会出事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把那三四檔股票改成改成那个杠杆十倍的商品你可能这样可能会出事 哦 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什么这样子我就不敢 对啊主要是就是应该是我这个研究方案其实就是要应用在现实面比较危险就是多多数的状况就是问题还是在于说你没有办法解释你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就是你的决策依据是什么这这这这一块目前还就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有就是去我所谓就是学术还是有在发就是还是有在发发展一些就是量化交易策略我记得是就是一些结合这个 就是你不需要就是脸就连这个 怎么讲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预测这个 股票这个就是涨跌的排名啊我记得是这样就是这个 因为我最近刚好在看那边他比较的有个这个top case dropout strategy那这细节我没我没有理解我没有去深入理解啊那反正他就是用一些这个预测东西然后去 你就去预测每一档股票这个 的这个就是在下一个时间点的这个涨涨涨涨的这个 这个 排名然后 这个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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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铲出这个投资组合这样子 就是这这这是另外一种就是 就是 就是不是完全交给电脑操控的这种策略 这个Q-Live只有0.93.9.3 所以他还没有第一版 对 其实现在蛮多都还没有就是怎么讲 现在很多 这Microsoft开发的就是 就是 我以前是听过那个什么Kone Live的东西 Kone Live那个比较 怎么讲 比较更银行业一点的这个 Q-Live就是算是微软开发 现在上礼拜 应该是量化交易的模组 的一个微软的一个架构就对了 嗯对 Kone Live是那个财工在用的 财工是在定价衍生商品用的 通常是这样 嗯 衍生商品我有点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因为因为我记得当初2008不是那时候定什么延伸商品出很多出了问题 不是就 历史上刀子砍过砍死过很多人你就不用刀子了吗 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就说还是回答一个问题是说 可能是有就是说不熟的人不要乱用当时是有一些问题是说 这卖给就是讲一个白的美国人把有毒资产卖到亚洲来啦 或者卖给散户啦 本来这是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就是 会算数学的人才才能买的结果他找了一大堆 可能是不好就是应该说他推销的 的那个策略是基本上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当然根源的问题就是经济 就是经济结构是这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不动产抵押证券的市场出了很大的问题啊 因为那时候 连黑人没有工作的人也人货的问题啊 对啊也货本质本质是有问题数学是一个管道 因为因为这样我感觉上不要将人货的问题 而不是纯粹的数学模型错误的问题 我觉得我不确定 他早年1960几年当年设计这些工具的时候 是要帮忙美国政府 应该说是利用债券市场的资金 来直接support 不是用存款人的钱 利用债券市场的资金 引进到房贷的市场 让美国人买得起房子 利益是好的 可是1960年走到1980几年 那个整个歪掉 因为那时候经济太火热 结果那个有很多不肖的银行业者 可能就是找 基本上有点像我们以前的那个 George & Mary 就乱做一通就对了 因为很好赚嘛 房子涨得很快嘛 你今天签下去 百分之百贷款哦 意思是你只要签个名就有房子了哦 然后过两个月卖掉 你赚一千一赚两百万 你要不要做 那银行业者就鼓励那个黑人 那没工作的人来做 天啊 我怎么听到满满的恶意 对那 那银行也赚很多 因为银行就是把那个钱丢给华尔街嘛 把那个贷款丢给华尔街 华尔街找数学家把他签把他卖掉嘛 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也是 啊所以根源的问题还是根本市场有问题 然后 这种类似炸带的来 已经是炸带了 炸带他没有办法出 就是说 就好像说之前台湾也一大堆那个 诈骗简讯啊 那政府不处理到最后都出事情嘛 就是这样子嘛 其实我 我看到那个 我实际无聊 就是看到cry call 就是那个虚拟默蔽 我看很多人也论 有一个人论我在讨论里面一些 就是会有一些诈骗的问题 对于很影响价格多大 嗯 所以这题外话 金融的东西本来就是跟杠杆诈骗 隔壁的啦 不能说完全避免的 我好像cry call 那边的话 跟一般的比查诈骗的那个比 蛮多的 就比一般的还要多 非常多 然后感觉 我是没有接触 我是稍微看一些 这个还有争论的 业者 我都在那个 在这种 我不能说他是不对 但是 跟我们 我们这一辈的人熟悉的事情不太一样 那 那我也不知道这对不对 这我没有办法comment 我说加密B这件事情 好 那我题外话讲一下 就对 我其实之前刚好翻到另外一篇论文字 这边我自己没读过 那就是AlphaGen 那他这边是用这个 用我 我自己做的是用强化学习是直接去产出这个 就是投资组合这个权重 但是他这个方法比较 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妙 就是直接产出这个Alpha 就是什么后立因子吧 他直接 直接用强化方式去训练出来 然后去 那他我记得他好像是用 就是对用这个Q 然后Q 就是用Qlib去 就是Qlib一些可能strategy去车桌 我就是人工的这个产 人工生成的这个Alpha 跟这个就是他强化学习生出Alpha 他这个结果比较 我自己是没没有读过这篇 但我之前翻到这篇 我也觉得就是看看叙述是蛮 蛮有意思的 只是我不是做这个方向 然后我自己呃第六 然后我自己呃第六 天哪我第六 我自己我自己是找几个 这样就是首先就到 道琼指数嘛 然后再就纳斯达克指数啊 这就是因为纳斯达克是另外 就他是就是 就美国另外一个证券交易所啊 那他我问ChairPG 他好像比较偏向科技股啊 就是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股 他他这个就比较偏这种科技股 这样子 好像是 然后在经济 我然后我去找了这个 这个就是几个经济 就是Fred这边的几个经济 跟工业有关经济 不要啊 我真是找了两个 这个 对这两个 工业生产指数跟这个什么产能利用率 那我也不确定还有我们几个用刀 但就对 这是就最后就稍微翻了一下 就毕竟跟这个 道就就对到道琼 可能对于这个到道琼30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股市有关的这个 可能有有有帮助的这个 经济指标 不知道不知道大家第六题目前做 就是 各自有就是有挖掘出一些 话题分享 我看一下 好像没有挖 我直接用血 原来要 原来要挖 我 我不过我那个快 投什么 跟你去哪里 哇 哦 有 我先 我先看这个API 对啊 对然后我就是 对下下一次直播不是在星期 星期那个星期二凌晨是在星星期五凌晨 所以就我就就看就到时候再看大家要星期六 还是星期二讨论吧 现在就等于是我们现在有两个时段可以用 星期二晚上九点半 星期六晚上九点半 就下一次看因为就是五到六就才过两天嘛 就看就看到到时候大家要星期六要不要讨论 可能那星期六应该讨论不完就下一次可能就至少星星期二还要会用会用的哦 但是星期六可能就看大家吧 我就就看大家觉得有有有需要讨论两次的话我觉得也OK 是不是可以可以我们今天就定下星期二好了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来讨论应该是以作业为主啊哦 嗯的还是就不要骗作业为主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心得的 他就是 我觉得是星期二真的太难了 杂谈心得感想这样 应该不用教学 当然可能不懂可以问但是不用再教一遍嘛 我说主要是听那个 对就课程课程可以大家就自己听然后稍微就有些心得可以 不懂可以或者有心得可以可以讨论一下但是 应该不可能在这边再重重述一遍那样 那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礼拜二一次就好了 是不是 嗯OKOK就如果 因为下下礼拜就是就4月26这天凌晨才播那可以我们可以排这个4月30晚上再讨论这样 对啊的就几天可以看了说作业要做能做的先做一做嘛 嗯 OK那就 就这样决定就下一次我等一下我结束后再 再打在discord上面 是 哎第六 第六题 呃我不知道了我觉得他是主要他好像是要问说你有没有什么project idea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第第六题 第第六题就是 就探索你对你认为就是有哪些指标可能不管是经经纪指标或是这个可能指数之类的就是 反正这个有有用资讯都可以都可以写进来这样 就对你project可能有帮助的一些指数多资讯这样 我我贴那个那个那个给大家就是我当然这是这是网页上就是你要回答的那个那个网页啦 但是 但是他的那个那个好像不是 我是说 他的那个有一个问题的一个档案那个档案有question6他里面有写的比较详细 好像是写说 我现在聊天为什么不行 好 他写这个 应该是 他写说download 就是 当然你的资料是为了 你的专案 为什么有用解释一下 他的大概是 我是download到这个档案 不是不止问题 问要回答的那个网页的那个 比较简短的叙述这样 嗯对啊就就可能还要就是 但我没有很想 我我还在想我要不要写 因为老实说这个这个真的好好好 不知道挤在这一坨 要不要写 我目前还卡在第7题啊第7第7题有人写了吗 我觉得这蛮蛮难的 第7题我在想要不要超过 第7题我觉得 我觉得很 因为我对主要就是说我对这个教育策略 没有特殊想法啦 我觉得是这样 就说 这time driven 对不对 time driven strategy 那我平常是不用这个方法的 所以我对他的知识不是很够 但是我知道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是所谓的 淫于宣告效果啦 学术上的名字叫这样 财经的学术名字叫淫于宣告效果 那我看他们以前都是什么 因为那等于是一种 CAPM市场效率性的研究啦 就是说 哦怎么宣告前宣告后 有没有异常暴走 意思是说有人有内线早就知道了 那 这已经很多年了 大概二三十年前就有人在 做这种研究 所以我觉得这种老掉牙东西以前 所以平常是 不去 哦不去碰的 那 那所以说他 你只要叫我们写 我就会有点 当然平常的 我知道就是 假假定啊 比如说要我设计的话就是 你要把那个淫于宣告日 找出来 然后 把那个之前 假定感觉上有点默默有人在吃货的时候 这一支就比较有潜力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有人有内线的潜力 这样子 那 那这种就是就是比较好 对啊要是 英语 宣布之前就感觉那个现行走路走势就不如预期 那可能就是 可能是个一直烂货 那这就不要买 这样 大致上是这样 如果要我 要我回答的 我当然用英文写是有点麻烦 这个FY兄有什么想法 说一遍 我是真的说一遍 我是在考虑直接跳过这一期 我觉得 就随便写 写一个 感觉就好 因为我对 我对 Earnings calendar 就这个 这东西是没什么概念 然后对 就time driven 我也就是 我也是完全没概念 还有最近 譬如说最近有一种 台湾常见的策略 就是那个 所谓填洗洋情 这也是time driven 每年3到4月有 所谓除息吗 然后他们会 很多人会依照那个过去的 英语的 就是 那个填洗 填洗的那个历史轨迹 就是说这一档大部分都会填洗 所以可能会买一篮子的股票去赌他会填洗这样子 哎呀 这初宣洗洋情这样 嗯 了解 我问一下哦 他的第 呃第六七题是一定要写的吗 是不用了就应该说 甚至 应该说我说难听点他可能你都不要写他也不会管 对啊 就是 因为我记得就是 这种活动基本上是一个叫做自律 什么难听点的是自律的问题 就你期待说自己要完成什么东西 然后自己规划事先把它完成 这个活动是这样跟那个 什么学校上课是不一样的就 自己决定的事 因为我倒是有 我觉得第六题啊 如果 因为他这个感觉上我觉得最有价值不是这个轰我轰我当然要做了但是就说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做project 对不对 自己commit的一个project对不对 好 嗯对啊 就是上课上他是有这样讲他说现在就可以开始想了 嗯对啊就是就其实就这这这座位多少都是有在让我就是 让我们去除了练练习基本的 技能以外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去去试着去开始慢慢对这个project 有一些构想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第六题搞不好 第七题 看你自己啦你你又有感觉你就写没感觉我觉得他就 就跳就像你刚才说的跳过 让我的话也是跳过不要写一下裤子啊没有 我看他人也不会看吗他可能用机器去看吧他既然是Google工程师开的课 他会用冷看吗几千个冷了你觉得他看得了吗 那 那所以说我在猜他是用机器去看他只是在找 有趣的idea大概是这样吧 那假设我没有什么有趣的idea我就就跳过嘛 我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第六题我觉得是 因为这是我我们这个课程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要做什么project对不对 嗯对啊就对所以第六题就真的就是对 其实就是 就怎么讲花时间去想一下去找一下来看有没有什么一些 就是 有用的资料是不是还是不错就是可能退对位就是最最最终的project有这个帮助这样 对啊那我我不知道我是会准备回答这样 我回来我想了蛮久就说 因为如果是要去找一些 经济基本面的这样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什么工业生产啊物价 这种东西哦 不是说不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他比如要三个月才一次或两个月一次或一个月一次这样子 啊股票市场是 时时秒秒都在交易的 哦 那而且还有个问题说这些 市场很多人在看这些数字的这些数字早就 应该被价格这个资讯包住了 哦 那 所以我我的看法是说 而且有效市场说你 对对对有效市场 有效是有效率市场说 所有的东西效率市场 都都用价格 price in 所以我会比较 我我的想法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我们 以我因为我不是学生 好我 我不要提出学术论文了 那所以说对我来讲就是 操作上科 是 呃英文叫什么feasible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哦 那 所以我比较倾向说只是 在主要在加量资料上面去去打转 不要去因为美国的状况 我们其实 我又没有在美国出国 不是很适合 我说是 那 那我我会觉得说 简单的 我用最简单的策略 我听过一种策略了 那个都有答案 都有教科书的 但我没有自己试过 资料我没有自己当 我说code都有 code都有 那 我会比较倾向用pair trade 哦 比如说最近我昨天就昨天股票大跌对不对 又跌啊 我昨天股票跌的很厉害 NVIDIA跌10% 台积电跌到半天 哦 哦 那 可是赚翻了吗 没有赔翻了不是 你都只做多是 大部分都 99%的人都是只做多的啦 做空的人不是很容易 因为他有很多限制哦 你要做空你有很多限制 你上会被嘎 输的比较多啦 还有上一次那个做空 做 上世纪最大放空 的人 好像最后是拿枪结束自己生命的 这个我们了解 然后 所以那个不要开玩笑 所以 我说pair trade或许也是一个一个一个 因为他不用什么很奇怪的资料 就讲白了就价格 价格资料 然后去做历史统计就这样 当然要做一些统计测试啊 什么共整合啊 什么瓦克 这样 我是打算做这个 而且他可以教育 他的教育就是ETF而已哦 就ETF ETF 我路上很就是 真的点的下去真的可以做得到的 那风险不大啦 但是报酬应该也不大 对刚刚就忘记讲就是 我自己是我自己选美股 因为我就是 但你们就是如果如果想玩的更真实一点 可能可以去考虑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就是台股 因为他他这课没有说一定要美股 就是基本上就建议可以更贴近 就是你国家的股票 那我自己是因为学就是就是研究性质的关系就是 道成30就目前我 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比较好好研究就是好好用的一个股股市这样 但就是大家如果想玩的更贴近一点就是更贴近现实一点可以就就台股资料 那个Yahoo Finance 应该都有台股资料应该也都有 美股也可以 美股也没问题 我是说ETF是指美股啦 美股ETF 比台股好很多 我是说他的流动性啊 还有 成分股的那种 就是 因为美国股票好股票比我们好太多太多了 原料就比较好 所以做出来产品通常会比较好 的确 这倒是真的 台湾的股票就是里面一大堆炒作啊 内线啊 搞搞东搞西乱搞一期的 很多啊 那个再怎么挑会把西乱玩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我我自己学 我自己不太想拿这个台台股来当作研究标题 因为我认为美国去美股确实是比较就品质比较稳定 包括就是 法治也比较好啦就是可能 乱搞一期的很很快就被抓去关 对 就台股你要就是反正 哎就是 怎么反正什么内线交易之类的就 那个这个你你你你只拿你只拿 价格资料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侦测这种事情 美国这种事我相信应该是 相对比较少了 所以就 所以我完全不想拿 而且他们 对啊 而且美国还有一些投资者保护的法治比较健全 比较不会像我们这边乱考一期 这样 然后就是刚讲的这个讲到这个经济指标的问题 我的确我也我也就是我有想到就因为我们目前在我目前看起来整个只有这个就是 那种指指数来说比较实用 因为这种经济的最 就很多时候 就是频率最高很多就就可能都是 一个月 对我刚刚这个我刚讲这两个指数 他 呃 这个对 这两个 你看就是 有些经济指标是那个季度的吗 那这个频率算比较高他是但也是越多的 但越越多的就 操作起来就是怎么讲 就很难 我觉得算是比较相对难用 就是这个对 就这种经济指标 但我就为了 就我目前还是先就是先记录下来 但是我会不会用到 我也我老实讲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那指数的话应该是反映整个 就整个股市的这个走势 所以算算也比较好 就好还算比较还算好用啊 或对啊 这指数ETF也是类似类指数了啦 他本是本质上就是一种指数 只是说他可能有交易成本就是有一些操作的 所谓的操作的误差 他一定有盯住某一个指数的 嗯 其实我只是想要找一个 没想很多 找一个人开始 能做一些 呃 了解 能够更了解的 我只想 其实我目前不是想到 倒是没有真的想要说真的怎样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哪一种 可能快逃不适合 不太是 觉得 哈 哈尔熊 不是哈尔熊 那个谁啊 那个那个 Y 就是 哎 蜂勇是不是 蜂勇熊 对真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学书界的 不是啊 就是有有有有兴趣 这个 这个做project的话 我们可以 可以 就是就是 我们不是要去多论文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 可以啊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食物 应该可以 交配我们蛮多东西的 我们 因为我 我是想说我一个人 做这个也蛮 呃就是我相信做下去会有不同的问题啊 即使只是套课本的东西 呃可能还在修啦 那个课本没有教我说 因为现在 最近有AI嘛 对不对 那那 课本里面那个是很多年前的课本 也没有AI啊 那那那 就是我有个信念呢 我不知道 对不对啊 就是说 假定AI是一个狂潮 有应该说某一种产业有有特殊的 创新吗 有一个狂潮出来 好啦就算你你最近大家都都玩这个啦 他就就就一定会 像火箭一样往上升吗 对不对 那 可是有一天他边际报酬地减就竞争的很多了吗 对不对 那 就是没有不会说全部都赢者通知吗 照理来说他会慢慢回归到大 就是回归到正常的 这是所谓的均速回归啦 那这在长期就有利可图啊 不是吗 就是有一种周期性 我的意思是这样 当然这是一个想法 还不到可以操作的这一步 讲到君子回归 其实我想到就是 以学术系来讲 反正就是这种 在线的这个投资组的管理一些策略 我记得有一些 也有过去也有一些就是这种 比较偏向就是 就是基于君子回归的策略 我记得我自己 因为我不是做这种 就是 人工 人工制定数学策略的这个 所以就是 所以我比较没关系 但我记得我有看过 就 好像比较偏 这种都比较偏向 要么就是 要么那个 企业可能有一些就是说跌很多 然后买进之类 因为你赌他会就是会回到 之后会回到正常 类似这种的 因为我那我就觉得当然都是 即使我今天我都是做个股 我脑袋还是有这种想法 就说有一天 我只是人工去执行这件事情而已 就是说可能 通常 标升标股的逻辑后面 必然有业绩跟题材吗 对 那 业绩跟题材这才能走得久 就不是真的内线了 当然会有过热的问题 但是 过热 有的时候不是人类就是大脑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就是会 会狂热吗 对不对 狂热就赚钱的人就一直有人跳进来 这个一定 在历史上都是这样子的 那 那 这不是犯罪 这只是就是 就是人的情绪的问题 那 那如果说走得很远 那 有一天他会拉回来 拉回来 你在什么时候要 要要差不多觉得说差不多了要下这 比如说跟网纪网络网路泡沫20202000年代附近的那个网纪网路泡沫来比 他到底走多远 就是离离君子到底有多远 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 比如说昨天开始就感觉是第一次大回答感觉昨天开始 应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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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开始 那个我还真的觉得是不是之前炒炒太高才会这么做 对对对 素语上你可以说 就是说江湖 我们报纸上就是说炒太高 可是你学术上名词就是君子回归吗 差不多这个意思 那那也不是说他不好吗 只是说 他就长太多了很多人想获利了结啊 会大家会害怕啊 对不对 比如说你赚了100万 现在变成就现在 早前礼拜五礼拜四晚上 还赚100万现在只剩60万 你现在两种一种是做的不要动一种是赶快跑 你还有60万 你会选哪一种 很多人会选后面那一种 所以他暴跌 因为大家一起同一时间都要卖 大概是这种道理 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组对 我的意思 OK 那我想就 也差不多就这种这次内容 那我稍微就来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GIT 虽然有一些就买 有一些基本 我只教一些比较基本的指令 就是 首先是你这个创 创建资料夹之后你要先用这个 GIT INITIAL 就是让他去 对 首先就是你要先确定你的电脑装GIT 就这个 首先 首先是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 GIT INITIAL 可以这个 INIT可以 就是 就是把这个你的这个 这个资料夹 变一个GIT 储存过 那我这个资料夹是已经 已经做了 然后 用这个GIT STATUS 可以看状态 那基本上就是你成建立储存库之后 你就他就会开始追踪你的这个档案 但是 哎 但 就是你要去 呃 想 就我现在这个 那他这里就警告说我这里还没有这个去就 commit 这些这个 就你每次改变你 你都要就是 去commit 然后 应该要先add 先add 对 我刚刚就要讲 或是如果你要加说整个资料夹就是add 对 就会这样讲 你可以就是 然后add还不 还没有commit 要你commit的时候他才会 穿上去 大致上是这个感觉 嗯对 git add 基本上就是加就 就 你可以加用点点的话就一次记录你出 就是在上一个commit 之前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变动 那你可以加就是 比如说 某个档加一些档案的这个就是 你可能不想把这些改 不同档案的改动 或 或 或这个混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指定了 那我最低目前没没什么问题 我就用 git add 点 就他会一直记录 然后我们再看 git add 那我这是有这个 基本上就是他在正式的记录我再改变 但然后但是接下来我还要就是做commit 那我我想大家应该是不会用到就是 如果你直接用git commit的话 我记得会他会开开这个编辑器就是 这个 让你去写提交但是我想这个桌子应该用不到去去编写很多行应该基本上都都用 只有就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描写这个commit 所以我就我这边就那个 就直接这个 这边写这个 就就你用付这个付m的话你就可以就是直接后面直接付付上这个 用这个引号把你你要写的这个commit的讯息这个 这样写写起来 就不用特别开这个编辑编辑器去写 那我这里就 at homework one 可以看好那我目前 ok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github设计比较麻烦一点 就前面前面的因为我金钥的部分已经设定过 我可能要大家要稍微去就是自己找看一下有没有教学就是 怎么在自己的电脑上设定这个个人账号金钥 然后再就是 这个creator这个 就是 新的储存库这些就比较基本 那 记得设public 不然这个 就 private 对 如果你是自己看的是还可以 如果你是为了管理 自己写的东西 不需要公开你可以用private 对 但这个应该是你要就是 当然要交作业地点 好 ok然后 下面讲 那readme的这个部分就知识文件我基本上这个 因为我自己这个资料夹已经放了 所以我这里就 我就没有我这里就没有打 就 我 我刚在设的时候就没有打工 然后 就基本上就可以 刚刚的过就是可以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储存库 然后再就是设定去把这个怎么去把这个 你的这个储存库跟你的这个 这个你的这个电脑上这个 这个 资料夹做连结 那基本上他这边其实指令也已经给你 就是 get 这个remoteat 这个origin 注意这个origin会 怎么讲 有点像是 就一个 呃 嗯 有 我有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但他其实这origin就基本上就代表是 其实就是跟他你建立连跟这个就是你这个 给这个储存库的这个 建立这个一个关系 所以他 在你电脑上就等于说相当于说你这个 用这个origin代表这个 你这个 储存库啊 是不是分支啊 主干分支的问题 呃 这不是branch 这跟branch比较无关 他是 我有点不太对 我实在不知道这这准 但这不是branch 这跟branch比较无关一点 那呃 因为现在这个就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这个 主分支的就是这这边他有这个branch 那就是现在的github的这个分支 就是主分支基本上都用man 但是所以说但是这个gith就是gith 以前称呼通都是叫master的 那这个github好像是2020以后开始就是鼓吹就是用改就是用man叫这个主分支 那所以他那我自己是已经改过就是我今天就是自己这个这个之前已经run过的github github就把它改名就是你把现在这个主分我想这个就因为这基本work用用不到其他分支所以就直接这个github 你把那个master改成这个m 改成man这样子 我先执行一下这个就是 就 这个remote就我建立这个就是跟这个远端储存库的这个联系那我用这个origin代表这个我这个储存库 然后再来就是 github push 这个 就我我把这个 这个我的这个 commit这个去把他推送推送到这个origin的这个组分支上面 等我想 自己都 忘记我之前怎么设 对 当你登登登入虚空的帐号 好 这个 这个应该不会有私逼的主玩伯的啊 看 我擔心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吧 这个应该你自己 我猜应该是你 创这个 在网上创的那一个 对 没事 感尴尬 应该是 尴尬 我现在暂停分享 回到画面 我要去 我稍微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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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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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